這些食蔬都是畫在地小牌的 而且是有機物度 而且有一些是我們在平地 比較少看到的 幾乎看不到 它都是在山上 看到有秋葵 秋葵 這個很常看到 對 但是長到山上的秋葵都很常 對 有些秋葵會倒這麼長 這很巨耶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這麼短 比較嫩嘛 比較好一點 最比較特別的話是苦切 它吃起來什麼 什麼滋味 苦瓜的感覺 苦瓜 苦瓜OK吧 但是它有一個特殊的香味 那起來吃吃看 好 你吃吃看 這有點挑戰 老闆說那個通常最後在吃 是喔 因為它 所以那個苦會維持多久啊 每年等一下喝水都會覺得它是乾苦 怎麼樣 所以那個苦是什麼的苦 黃蓮的苦 苦瓜的苦 沒有...不是黃蓮那種中藥的苦 但是就是那種 跟你平常吃苦瓜 可能在那種 但這個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那中間有一個 我們花蓮其實有名的是 剝皮辣椒 對 它在裡面 然後跟著干貝是製成的 好開胃喔 而且... 請問你們的盤子上面 這是誰幫你剝的 它瞬間補頭 超多香 然後那邊也是 老闆你有看過大胃王吃東西 現場是Live Show嗎 那不是沒有 但是真的是有點快 有點快喔 那你有看過有人單獨吃完這一整個嗎 沒有 從來沒有 最近12個人吃的可能耶 12個人恐怕也吃過 但是... 對 恐怕也吃過 今天兩個人一人一盤耶 你覺得他們有可能吃完嗎 也不太空氣 老闆謝謝你 好耶 好恐怖喔 是不是 好恐怖喔 嚇到了喔 要不要坐下來一起見證 好恐怖喔 對啊 而且我們現在時間 30... 才7分鐘 才過7分鐘 他們已經吃了1 3分之1了 你... 還好我這會不是吃到飽 那... 哇塞 你們這個都沒了耶 我本來想問你們口感耶 很嫩 很甜 跟你們暴行一下喔 現在還剩下31分14秒 提供貝啊 給他吃一個 這個太誇張了啦 我以為它就只是螃蟹 你看喔 老口粥喔 老闆 這可以幫我煮粥嗎 這個真的很好吃耶 很甜喔 真的喔 升天啊 好像在吃那種 奶油的那種感覺的口感 會融化在那個你的舌頭上面 而且它的蟹肉熟度也剛好 因為有些太久了 會變得很小很小 然後吃的時候會乾乾的 對啊 它真的很好吃 我們現在來吃一下 這到底有多福 好期待 妳最後不再吃好了 妳確定要先來吃 好像早吃晚吃 我們都得吃嘛 吃乾淨 真的好像小孩瓜 怎麼樣 好嗎 不苦 你還好嗎 不會苦啊 不苦 它是慢慢的啦 不會 你要去看醫生嗎 你的味覺什麼啊 你的聲音會覺得 老闆你有看到那一盤嗎 驚人吧 沒有 你能想像你剛剛做了 每一道精心的料理 它現在就是四個月 對啊